第十七 加尔文牧师 第十六 加尔文牧师 所提到的律法的约束 被遗弃之人和 重生前选民里的律法 指的是神的律法 还是世上的律法 哎 丑死了 书咋读的呀 啊 书咋读的 没读吗 没读还提问题 肯定读了 对不对 读的时候就心花怒放 总是想这个想那个 读的时候 要注意作者在说什么 他说的词和我心里想的词 是不是一回事 读书的时候 不照着作者的表达的内容 不发现作者在讲什么 这个是很大的毛病 同样的作者用同样的词 有的时候那个词所指的意义都不同 一定要在作者的描述的过程当中 发现他用这个词到底指什么 这是读书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加尔文谈到律法的时候 当然是指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 包括道德律 离律 和地上的法律 根本不是一回事 道德律 民事法 是当时上帝建立的以色列国 对于他们来说 神的律法 就是他们国家的法 宗教和民事都混在一起的 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不信上帝的人 我们律法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摩西的律法 虽然说法律根源有什么罗马法 什么等等 考虑终极源头 考虑到摩西的律法等等 这个是不容忽视 但是摩西的律法和我们一般概念的 社会上的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混淆 法律和律法不是一个概念吗 对不对 摩西的律法和法律能一样吗 所以加尔文所说的是摩西的律法 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颁布的 包括实戒的道德律和礼律 后面还有什么民事律之类的 出历了 看一全都 看一照 哎呀 啥 哪 detect 疙 学 国 �